2月2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证监会主席议会满履新后首次正式亮相 介绍设立科创版并试点注册之情况 会上议会满说,证监会的工作每一天都在做现场直播 到任一个月,自己已经感受到了什么叫火山口 我确实牵动着亿万投资者的心 我们的工作直接面对的市场 每一天都在做现场的直播 所以说不管你愿不愿意 不管你喜不喜发 这一个月我已经感受到了什么叫火山口 也感受到了火山口的味道 议会满介绍,设立科创版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具体举措 其核心是改革创新 设立科创版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具体举措 这一次不仅仅是新是一个板块 更为重要的是坚持市场化、法治法的方向 在发行、善事、交易、信息披露、退市等各个环节 进行制度创新 我觉得科创版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板的简单的先加 它增加一个板 它核心是在于制度创新 在于改革 同时又进一步支持科创 所以我们正将会认真的评估在推出科创版以后 我们会综合评估取得改革创新的一些效果 并统筹推进创新版跟新商版的改革 更好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我们的服务 议会满还强调 设立科创版并试点注册制改革 除了证监会和上交所更好的屡则外 还需要各市场参与方的共同努力 比如说我们发行人充分的信息披露 第二个呢 我们的市场参与方就是我们的保健人 投行机构 因为这一次我们发行最大的特点 是按照现在国际惯例 在定价销售跟我们现有的其他版 完全是不一样 定价能力销售能力 是考验一家投行的核心竞争力 参与方的第三个 就除投行以外的会计师 审计师 劣师 等等中介机构 如何加强职业操守 能够为市场参与方 提供公平 公开专业客观的这么一个服务 针对记者提出的 关于设立科创版 并试点注册制的相关制度意见征集情况等问题 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黄鸿源回应 截止2月20日 相关制度的意见征集已经结束 大家对交易所的规则给予了充分肯定 同时黄鸿源还表示 目前科创版并没有首批名单 总体来看 上市企业不太可能出现大批量集中申报的情况 一段时间以来 财经报道的热点话题是首批名单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目前没有这个首批名单 总体来看 按照我们科创版的定位 和我们的准入条件 以及这些企业自身的一些意愿来看 后备的科创版可以上市的企业的数量 还是比较适当的 但是准备呢 从这些企业的准备来看 也是有快有慢 所以我们初步分析 基本有个判断 可能不太会出现大批量的集中申报 此外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还表示 对于科创版估值的市场风险问题 需要发行环节 买卖双方有 询价 路沿等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 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市场约束机制 促使科创企业的估值更加合理 对于科创企业的企业